手下安华费一趟中国剑的习近平握手 肯定不是空手而归 四天的行程为我国带回了1700亿令吉的投资承诺 刷新马中投资合作的最新记录 不过还是有人质疑 这次的投资收获是真的会对我国带来好处 还是只是拉拢大马所派出的千中糖果 大马以后也必须要有所回报呢 手下安华今天在首相署长预级会强调 这趟中国刑事一项悲凡的成就 还有很多的好消息还在排队会陆续游来 当然 看在部分人眼里 可能还是会担心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否另有意图 会不会只是大马要在中美两大强权博弈当中 选边站倒向中国 这个气美轻重的诱饵而已呢 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安全与法律系讲师 默哈默米珊·阿斯兰博士 在接受阳光日报访问时就不排除 这有可能是中国要赢取大马支持的糖果 但是他认为这只是次要的考量 因为最主要的重点还是帮助提升我国经济 照顾国人的福利 但他也补充 我国和中国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关系 并不能成为我国和美国交恶的借口 伊斯兰社会义务银行Bank Mo Malak首席经济学家 和社会金融主管 默哈默阿扎尼詹博士 也希望这次中国型的投资成果 可以更全面地汇集本地经济 他认为政府应该促进外国公司 跟本地企业的衔接合作 以及技术转移 来吸助我国企业掌握更先进的技术 让这次投资达到双赢 中国企业能够赚到钱 我们也能够获得好处 这次的马中投资承诺创新高 我们作为贸易小国 要如何在两大强权当中 找到最合适的生存之道呢 鱼与熊掌真的不能够兼得吗 团结政府这样的走向 你认为这是预告了我国未来会比较轻重的外交政策吗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持续留守热点Hospot 为你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